我素名政治学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任建涛教授 任建涛教授在国内 乃至于整个华人政治学界是非常 知名度非常高的 他有很多头衔我就不介绍了 但我有一个头衔我要介绍一下 这是民间风的 有人说他是男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 不知道这个头衔人手不喜欢 好 我们下面欢迎他做讲座 谢谢 因为在这个保德科技大学这么有名的讲座 请我来阐述一下我的想法 我感到非常荣幸 一来之后我的老朋友吴义 也是我的老乡 又把我抬举一番 但是最后这个闲头呢 我刚刚吃饭的时候拒绝接受 因为在我们党的亲切领导下 已经要讲自由主义 不行 我既是讲自由主义 也在党领导下的自由主义 来的时候呢 我跟我们接待的同学小崔 就在讲他说我为什么要做政治学者 不讲政治学的题目 要讲大学 我当即这个证受到 十年前我就开始大学学习 写过一系列大学的文章 他也很不客气告诉我 没有看见你写这方面的书 我是还没来得及除 大学可能是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因为在文章意义上 可能我们谈政党改革 会有正面困 谈国家建构也有正面困 谈政府体制改革呢 大夫子已经在那里 不甘不甘地放着 你不说好不行 说好又不乐意 所以都不好谈 谈大学 谈我们自己 总是好办理 如果要说批评 党有了意见 我们说我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自我批评 大学办的不好 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党的责任 党就会释然 所以这个 今晚和明晚的讲座 正好我这两个题目的相关 今天晚上 我是对大学的状况 做一个综合评论 所以讲大学的屈从与危害 明天晚上想讲的是大学的尊严 这两个题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重复 但是我准备把它切口开 今天是讲现状 屈从谁 怎么屈从 在大学里头不仅学生这么委屈 我们教授也有点委屈 今晚属于抱怨性 明晚的属于展望性 大学的真愿在哪里 我们有文科 我们有理科 我们有工科 我们有社会科学 尤其像我们这种叫做 中国科型研究性大学 当然我们华科是主要偏向于理工科 但是也逐渐走向文科 中国科型研究性大学 我们是作为国家的引擎 我们究竟怎么样使这座大学 真的有尊严 不在于我们进入了985 不在于我们进入了211 不在于我们进入了国家梯队 不在于我们在努力建设 建不成的世界一流大学 最关键是我们大学 作为一个现代组织结构 我们应该做什么 是我们的学生应该做什么 我们的老师应该做什么 我们的职员应该做什么 我们的校长应该做什么 我明天或者今天 我会批评一些 我们关于大学发展的一些流行的谬误 比如说教授之校之类的 我是认为它是个谬误 什么的教授之校呢 瞎瞅 今天就是教授之校 显然智的就是乱七八糟 哪有时候我还给我们小崔照相 小崔我跟他说 我到华科来有点不好讲 因为讲的伤华科同学的心 中国教育办得不好 就是你们老校长当教育部长当得红 有个大学把周期物品叫做周期导弹 大家就是开玩笑了 我们有大学对今天来说有两个紧密相连的话题 这两个紧密相连的话题就是 一个我们有什么样的弱点弊端我们要面对 另外一个我们大学真正要成为大学 要真正跟欧美的一流大学比较 尤其是跟美国的一流大学比较 因为欧洲的大学实际上在红暴理想之后 它有高峰期之后衰落了 现在欧洲的大学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典范 像德国的大学 到近代大学起源于这个红暴理念 德国大学已经没有办法成为社会发生的引擎 德国大学也在学中国大学 又想合并 又合并不成 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很着急 眼看着大学的衰落 有乌克莱和花落去 所以实际上现在大学的典范是在美国 但是美国大学有它的问题 你看它的市场化的问题 它的内部结构的矛盾问题 因为我四天前才从美国回来 寻求跟美国大学的合作 我们现在合作非常普遍 对欧洲来说 我们留今跟我们合作了五年期 现在继续 我去哈佛大学 波士顿大学 印第安那大学 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 而且问题非常严重 但是整个说来 就是作为一个理想办事的大学 在我看来是存在在美国 我们不是说美国的月亮比较圆圆 尤其是现在我都给巴黎后的同学讲座了 我有点畏惧 是吧 因为你说你啥意思吗 我们中国奥运会开得这么成功 你说我们老说我们中国不行 不是 我们中国很行 但是呢 还要更行 事实上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我们中国呢 是可以更好 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更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们会分析问题 我们不回避 我们可以讲得非常尖锐 但是我们展望前景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人一向坚信 明天会更好 所以这个废话已经说了不少了 我们就转入这个第一个话题 就是大学的驱从及其危害 首先我想分析这个问题呢 我这个话题呢 中国人就是讲三三字 一定要讲三个问题 才成为一个大的话题 所以我也不能免除 今天晚上也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分析一下 今天中国大学的促进 第二个问题呢 我会分析一下 中国大学的驱从状态 究竟驱从谁 怎么驱从的 怎么让我们感到不爽 因为中国的大学呢 确实尤其像我们这种做社会科学的 都不敢向国家领导叫板批评 这没办法 这个国家领导训诫我们 你们要怎么研究 搞得很憋气 其实他们狗屁都不懂 这没有办法研究 因为我们大学里我们是专家嘛 如果我不是专家 我就当胡锦涛了 胡锦涛不是专家 才能当党的主副 对不对 这是个道理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道理 我对胡同学是很仰慕 很尊重的 你们不是有十井八宝饭吗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有些驱从就是呢 非专家他指导专家 专家在非专家面前憋气 所以这个就是大学的驱从 我们等会一个领域 一个领域来分析 那么第三个呢 我会对大学驱从的一个危害 做一个简短的分析 就有些什么样的危害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 国家高水平大学 要成为不是一个地方的大学 不是一个地方的精神 所以我们中山大学要定位的时候 老师定什么华南最高学府 我说我感到脸红 羞耻 华南第一学府 他妈丢脸 华南算什么嘛 一个嘎啦叮 就等于说我在某教室 站立了一个角落 我很雄 太没人 所以我对中山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建议 我说什么叫中山大学 叫城市精神 区域灵魂 国家自库 你不敢提 你就不要办了 但是我们校长书记 都不敢像我这么雄起 所以到现在中山大学还在提华南第一学府 那我们这里华中第一学府 然后武汉大学挑出来不服气 你们还要争 我们的华南理工大学不服气一样的 但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蛆虫 大学没有领袖气质 尤其中国的研究性大学没有领袖气质 这就是危害很大 就是城市没有灵魂 你说广州没有中山大学 什么叫广州 所以广州的四位书记是这两三年三五年就换的嘛 算个屁 夫不及干部谁都能当 但是你要代表城市灵魂 城市精神的一座大学 代表广东这个区域灵魂的一座大学 在整个国家层面的一座国家精神 那不一样 哈佛大学为什么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 那你说我到哈佛大学的 Harvard Yacht 就是哈佛学院原来创办时期的那个院子 现在本科一年级学生才能住 其他学生都赶出去 就是要培养哈佛认同的 你进去就要介绍 哈佛大学哲学系这栋楼 James Hall 詹姆斯大学到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国 他说美国的精神就在这栋楼里 包括二世纪刚刚驱使的最伟大的政治学家 罗尔斯·罗奇科 都是在这里 这就是美国精神 所以一个小小的麻州 因为美国每一个州 它的车牌都有独立的口号 是吧 纽约就叫帝王之州 Impire State 人家麻州很牛啊 是吧 美国精神 这个州的口号就是这个 是吧 所以我们这样的学校里头 我们一屈从呢 就失魂落魄 我们追985 我们追二二摇 追我们竟没有进入前十位 追胡锦涛总书记有没有来视察 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有没有到我们这个图书馆来背首师 所以这样的状态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是不可容的 因而我们的大学的驱从机极危害 必须要有一个清晰明白系统深刻的认识 大学才能重新找到起点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鲜明反对向谢雄自由来谈什么 西南联大是中国大学的典范 我认为不许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暂时的一个临时大学体制有什么好学的 没有办法重复的 没有办法重复的就没有意义 对吧 现代工业机制 尤其是学功课的同学都知道 如果一个东西没有办法规模化生产 你的发明叫垃圾发明 垃圾专利 对不对 这个时代的大学跟太学的时候 一对一培养学生仅仅做了个皇帝 那种自豪感完全不一样 亚历斯多的刘逼洪洪作为现代学员的创始人 就是因为他教训了亚历三大大 你一辈子教了一个人算什么嘛 现代大学就是既要规模化生产 还要规模化成才 这是大学组织化结构的一个根本要求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们现在就转入第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 今天中国大学的促进是啥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加以描述 第一 中国大学不具有独立法人之力 不具有独立社会组织机构地位 大学是依附性的社会组织 这个决定了他的屈从地位 我们有个强大的党委 天天告诉我们你们要努力成才 你们要成熟 十八岁之后你们要成熟 你们要热爱祖国在人民在父母在学习在学校 这个道德义务太多 大学里头就是要干啥 这两个字 自由 十二世纪开始在神学院里头兴起现代大学萌芽的时候 所有的神学生开始拒绝相信教会提供的三位一体的说法 我们要自己通过理性的思考来检验上帝是否存在 理性神学开始出现 因而大学就充满着一个自由思考的空间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在神学院学习的学生 就是不相信上帝造成的这个结果 因而也不相信人是靠心来思考 而究竟是靠什么思考 人体怎么样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运动状态 为什么有生有死有强壮有衰老 所以像哈韦这样一些人冒着天下之大不为 一位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 因此你不能够对人进行尸体解剖的 哈韦不信这个邪 晚上偷尸体 叭踢放在神学院的大桌上 嘎 解剖开来 发现了血液循环 如果不是只有这两个精髓 大学就没有自己的组织特征 所以我强调解放思想是不够的 所以中央领导到广东去呼唤解放思想 我也使劲呼唤 但是我是不够的 解放思想不如自由思想 思想不对 是吧 所以这样一个意义上产生的大学组织结构 如果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没有独立的组织特征 它既想政党又想政府 又想企业又想大学 它等于不论不累 试不下 所以手机短信上大家都知道编的有笑话 商人四处学习到像个学者 学者四处讲课到像个商人 是吧 你瞧我一天到晚都赚钱 到哪个公司里请我讲课 多少讲课费 把一户这个商场讨价还价的感觉 不是说教授不应该讨价还价 但是普遍的讨价还价 就把大学教授的尊严等同一个牟利的商人 我并不是否定商人不应该牟利 牟利不等于就不道德 但是商人应该有特质 他就是要牟利 而大学就是要学问 这是他的人格特质和组织内部机构人格的普遍特点 但是现在我们模糊化 像我的老同学 我们湖北著名企业家王仁忠总经理 前天打电话告诉我 他一个手下副总经理要去读EMBA总裁班 我就感觉应证了我刚才的说法 商人天天想学习 要进大学来 大学里头周末停到的是高档轿车 这大学就不定不类了 叫车你就是开了你都给我停远一点 你为什么呢 你把一年级的学生给污染了 是吧 就想到未来的人生目标 就是要为了一部叫车而奋动 哈 这个很惨的同学们 所以今年八月份 团中央的马列主义工程班 有198个大学的 就是省书重点以上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学习 其中一周的时间 就到广东东莞去参观 结果团中央和广东团社委 要我去给他们做一个报告 在现场我就说 我觉得你们80后很可怜 不是因为我是60后 我很傲慢 我也很可怜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参拜 我的参拜就是呢 我们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哈哈 除了这些大词 MP4是啥 都是我学生教训我的 这是我们这一辈子的参拜 而你们的参拜是啥呢 人生目标太庸俗 你找个好工作工资高一点 买一套房买一部车 我说你到中年你日子难过 为啥 到中年都有了 哎呀 妈人生没目标啊 哈哈哈哈 下半分子咋过的 哈哈哈哈 是吧 所以在目的一场 我说80后的可怜 就在于目标太低 因为你在大一的时候 看见富裕的商人 也到大学来读书 我的妈呀 开兵力开劳斯莱斯 你嫉妒了两眼放光 以不得说你中年有了 哎呀才觉得 他妈的这个人生目标 他就打招了 哈哈哈哈 你就怀疑你这个人生的意义 就无处寄托了 这样我一个看完一说的话 今天中国人的人生目标 都向下看齐 充满流氓稀气 这就是大学的失败 干啥 他又有了钱 没事干了 就包二来 你当关没事干的咋 贪污 这都是因为啥呢 大学教育上司组织特征之后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物化目标 物化目标太低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贫穷了五千年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汉唐盛世 这农业国家有什么盛世啊 只不过是一个人 一顿吃繁蜀吃一只 我吃了两只 哇 肥啊 真的啊 真正的富裕 只有在公立社会才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人呢 因为刚刚脱贫 还没有体会到富裕 富裕就变成了我们的最高追求 而一到中间差不多富裕了 这是讲我的教训了 因为我原来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当教授读大学 我一九七八年进大学 我就是想当教授 是吧 以至于我分到中学去当了老师呢 我的中学学生 一天被我教训到要努力上进 努力上进是很烦的 对吧 你以为奋斗好玩吗 一点都不好 所以我的学生就噎我一句 人老师你那么能干 为什么你教中学 你不教大学呢 哈 没有要搞我的努力奋斗啊 要实现我大学去做大学教授 等到我三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做了教授 我就觉得 这个教授也不咋样 是吧 我就会发现这个物化目标太低了 而今天中国大学在这促进上 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大学本身彻底物化了 是吧 作为大学的校长 一天到晚就算大学怎么样扩展校园 怎么样算收支平衡 怎么样把教授的工资搞高一点 然后怎么把教授的工分搞得高一点 发一篇文章算多少分 上一节课算多少分 年底加起来再看 就给你一笔津贴 大学校长你管这 物化了吧 是吧 教授们也得算 我这个才买了一百五十平常房 我要买个别墅 我要去炒股 我要去入股 学术研究也是充满了庸素器 发了什么 EI SCI SSCI 哇很牛啊 又不看他 对这个国家的精神 对文科的 对这个国家的科学理科的 对这个国家的技术功课的 对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健康医学的 你干了啥事儿 没有人对这些大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自我质疑 大学彻底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 因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理科的人在中国大学里混得最爽 你比如说周济医院长 美国一留学回来忽悠一通 当校长 再忽悠一通当市长 再忽悠一通当部长 感觉不良好都不行 在科学上有啥贡献 不问了 反正也整个院士 中国的科学尤其是大科学 自现代科学以来毫无贡献 像杨泽民这些都是混混 别看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因为三十五岁以后他就没做过研究了 就在海下两岸跑来跑去 然后就回来打不乱说 是吧 中国的大学本科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是他最老婆的古话 今天在路上我给小崔教了一说 我们大学本科相当于美国的communic college 社区学院 大家可能不服 我这是有分析 因为我们一年级就学飞舞一样的政治科 学得你翻云不能自有思想 一天到晚八云八尺 三个代表 然后再到了大四 四十一开始找工作了 我经常被我大四的学生憋得快晕菜了 老师我要去建工 我说那你去吧 找工作紧要 你科就不用上了 所以大一和大四是废的 就是大二和大三 同事还要坚谈恋爱 我是英明的指措 大学时候不谈恋爱 所以拜托 一定要谈一谈 没这么好地方 你不谈恋爱干啥呢 学习太苦了嘛 要点爱情做调剂 所以二三年级坚谈恋爱 我是不计算再耽误学习的这个范围内 但是一四年级都废了 你不就两年 两年就是美国社区大学的学资 所以只有杨泽民八十好几 活得晕菜了 他才会说我们的大学比美国大学还好 所以美国大学四年就四年了 一年一进来就是非常传重的教育人物 你承受不了你要自杀 那你独立对法律和社会承担者 对父母承担者 我们一进来 男生女生那里管得很紧 我们把他当一个监狱一下 大学是准监狱 进来都把大学当幼稚园学成管 女生输受 男生免费 路不路都给你们承担者 你要约鬼 你要做事情 都给你承担 你十八岁以后了 你何必还要教师 还要辅导员 还要当委书记 还要父母 都捏着你去那里承担 所以你独立判断能力是很差的 大家虽然到这里还得给我捧场 结果被我扁了一筒 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实在是这样 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你一定要有自主的生活能力 在大学特质里头 这就是教授之外 你作为学生 你们承担了什么 管理人员老是就觉得 我们没有权力 我们工资又低 我们就在办公室办点事情 实际上办公室系统也是瘫痪的 十几二十个办公人员 戳一下 跳一下 他没有办法让整个学校的行政 我甚至在他们手里盘壶 我到国外的学校访问 所有一个院系 只有一个秘书 十年前到哈佛做访问学生的时候 一个秘书应付来自全世界的访问学生 你去年千币都销好了放在你桌上的 就一个人 所有医院要来往 前后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 管得过来 整个行政系统都是他 明天我讲大学的尊业的时候 讲三权分立 大学的三权行政权 教学权和管理权 大学的管理系统已经瘫痪了 行政人员基本上是无人 留下来之后就越多越蠢 不是说他们人蠢 而是说有个体制把他搞蠢 他又不戳他就又不跳 他就没想法 所以我在中山大学这个院长 我觉得无比老微 教授要去点拨他 学生要去点拨他 行政院点拨他就想当马 他不是想当院长 寻寻善用 他要非常害怕 你跟他一冒火 他要跟你吵架 要喊打喊杀 喊死喊活 简直教授没水平起来 比一个农民工都不如 有一个第一个问题 就在于我们说 他上市的组织特征 第二个中间 中国的大学促进是啥呢 在上市组织特征的情况下 大学内部运转是活力转 中国的大学是全世界效率最低的 别看我们招这么多学生 他效率很低 效率比我们说三个环节 效率都低 第一 大学的教学环节 效率是很低 也许大家不服气 说我们现在一个老师都上200个学生 这效率够高的了 差点这个效率是最低的 为啥呢 没有face to face的一个交流 我跟学生 原来20个学生 我跟他们关系都非常铁 我89年留在中山大学做教师 我87级当时教师 一直到91级 说关系最好 然后94年中级开始扩招 我现在基本上一个年级只能认识一两个人 为啥 200个学生一上课 上四节 上完我就想跑 一来问我就觉得很烦 为啥 这不怪我 不是我这个职业道德不高 我通常自我宽慰 我的职业道德属于大学教授率最高 是吧 为啥呢 因为我教书已经26年 我没有一节课偷来 都是没配受 身是利己 亲其所欲 水平怎样不管 是吧 态度是端正的吧 是吧 哎 那你获得太厉害的时候 我也不愿其反 没有办法监测 为啥呢 太多的了 因此 大学的教学是没有学习水平 降到历史最低点 所以我是严密提评的那些教育官员 和所谓的教育学家们说 我们扩大以后 大学教育资料一点没有降低 这纯属于放屁 我们教育资料严重下降 尤其是理工科和医科农科 这些需要实验的 基本是在里头留一圈 你看我们广州的南方医科大学 一个医科大学一年 遭四五千人之间是蒙采害兵 做实验只在看着 是吧 然后我们一医病他就问你 你感冒了 不舒服几天了 你看开啥药合适啊 我进医院都是这个促进啊 现在 所以我现在一医院就连 第一次我就扭头都走 八号费百浪费 无所谓 是吧 因为我最初还有那些 要不开点康太克 要不开点白家黑 他给你哪个这个是智慧药 不开 只有开你的药都是感冒都治不好 所以这样的状态啊 使得大学内部运转在教学上 没有把真东西交给学生 是吧 大学非常不治愈 当然大学在驱从促进下 我们都讲的具体的行政指挥的驱从 大学有乌克兰 用爱升军经费给你拨款 像我们广东招业学生拨了一千三百块钱 你不拨呢 那就变成一个连环状的链条状的一个 袖死 坏死 看啥 学生经费不到位 教授工资很低 大家胡拿都跑了 就像八十年代后期我刚刚留中大的时候说的一样 出生入死 一调出中大活了 一进来中大死了 出生入死 大学都不是这样 所以当时形容人民大学也有个说法 说人民大学九十年代初期的状况是啥 老子退光 中年死光 年轻保光 三光正车 所以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启动了高水平大学计划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大学的经费部下员那么紧缺 精英人物能够留在大学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由于盲目扩着 内部运转的紊乱程度相应提高 这是从正比增长的关系 所以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呢 教授们不是无心下去 我们撇开前面我所陈述的 教授到处蒙前 就是一个愿意维学的 又非常富有高尚职业 道德和个人牺牲精神的大学教授 他也应付不过来 你看我要对付我们这个学院的学生 我现在这个学院三千八的学生 等于原来有中大有学校的规模 是吧 因为我们挂了一个管理嘛 管理都很时髦 因为你们父母的狗屁不懂 对大学是啥没搞懂 一听管理时髦 法律时髦 管他像珊瑚海啸抱着这说 实际上他妈这些专业都是骗人的 大部分都说半路俗家来搞搞这 然后就是号称管理 我说他管理学院长 我都不懂啥来管理 是吧 因为管理的前提是什么 对现代大学来说 无论是大学组织的管理 还是国家的管理 管理的前提是结构合理 然后管理让功能优化 所以著名的管理学院大师德鲁克 事实前两年拼命呼吁 不要再管理了 赶快领导吧 他把管理学院大师自我调侃 为啥德鲁克这样自我调侃 因为管理是做细节的 领导做宏观的 宏观管结构细节管什么技巧 你说我把细节管得再好 这个班族管得再好 上面这个厂长是个混蛋 那把你管也没用 你说厂管得很好 金卫主人是个混蛋 没用 你说金卫主人管得很好 温家宝不懂经济 没用 为啥结构混乱了 你厂户的成本是无可挽回的高涨 所以中国单位产出的物财物的量 比华大国家做加拿大是最产的 我们是加拿大的四倍 日本是较高的 我们的单位产出成本是日本的十倍 而真正北欧最高的 我记不清楚是芬兰还是丹麦 是我们单位产出的十四倍 所以你看到我们不可能建立什么结育性社会 什么资源结育性社会 这都是开玩笑的 这就是温重力提口号 温重力这个人亲切就亲切的 提口号都很实在 就是因为我们是资源浪费性 因为我们不是资源结育性 所以温重力拼命提 我们要建构资源结育性这样的政府 这不可能 结育性社会 中国是最不结育的 为什么单位产出是人家四倍到十四倍 我给你妈吓死人了 对吧 换言之就是我们一块钱产出 一块人家产出十四块 所以这个金融危机一来 我们中国居然有些经济学家还在放狗屁说 中国要拯救全世界 我估计这个经济学家是没睡着觉 说胡话 中国经济学说胡话的人特别多 你这种效率一拯救人家 你还把自己拯救了再说 所以中国这个胡锦涛总书记在 这个亚欧首脑会议上讲得非常实在 就是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事情关好了 就是对全世界付出了最大的责任 十三亿八千万人栽在这里 发达国家对我们爱恨交加 爱就是你能够自食其利 恨就是你太发达了要称霸世界 这是一种爱与恨的交加 另一种爱与恨的交加就是 如果你发达了你想称霸世界 西方人很恨 第二个如果你不发达 你烂民跑出去好几个亿全世界找不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 对于中国大学这个落实来说 我们是个样的落实 你内部秩序化 所以教学你先顺畅 其实你的研究要顺畅 我们不要启发不下 中国的阿基专利占85%以上 这都是理工科贡献的 文科最多写几篇废文章 罚了也就浪费几张纸 没有你们大多数人浪费得多 你们一个仪器设备投进去几千万 泡的五毛一个 或者更厉害的就是上海交大的汉行事件 投进去几个亿 原来是个logo 关了一下 整个都是美国买的 然后这个人又不好意思处理 因为从上海市教委 科委 到上海市委 市政府 到国家国际部 教育部 都给这个混蛋投了钱 所以这个混蛋现在还在上海交大 天天开着宝马 悠扬得很 是吧 你看韩国搞假的 防什么 是吧 审判了 是吧 我们国家不敢 是吧 所以搞研究的这种农序作假 太普遍了 是吧 而且这个剽窃的人他理直气壮 所以我们有多少剽窃名家 现在还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忽悠天下 没有一点羞耻感 没有一点道义感 所以整个社会在大学精神的这样一种塑造 和塑造大学精神的这种氛围里头 这是互动的一个影响 大学的道义感已经是在冰点里下 所以中国人可怕的就是没有冰点以上的道义感 山区秦安这些东西有冰点以上就是零度的道义感 他都不会这样去添加 是吧 注水猪肉啊注水牛肉啊或者添加鸡啊这不行 吃蔬菜怕怕什么怕毒素 吃水果怕色素 然后吃猪肉怕毒素 吃了啥心里没素 是吧 所以中国常常这样的状况世界 但数里头这样的状况 导致了我们这个烟旧水平的流氓化状态 只要能赚钱 所以我跟我们深科院的人都开玩笑 生命科学院 说他妈你没养这些东西我不敢吃 虾我现在一般都不吃 为啥都是为苍蝇长大的 是吧 但是他那种苍蝇不是厕所里钻出来的 是养出来的 但是你想着逗我心 是吧 为啥呢 因为苍蝇这个维生素太恐怖了 催生 是吧 卵 这不得了 我们中央大有个工程院院士 就是养鱼的 多名的工程院院士林浩台 是吧 他跟他的学生都开玩笑 就是我这辈子养鱼啊 把人怎么一看都看成鱼了 因为他天天看鱼了 是吧 他就是为啥 就是为这些东西 或者是养这个扇鱼 那就是为避认药 因为是石胸红体 一避认他就长得特别快 是吧 扇鱼本来没多大的 你看这么粗的扇鱼 我的妈呀 干的都是骨头 这都是科学家干出来的 所以我在中国 我最蔑视的人就是院士 怪事的时候 就是院士干得出来 像我这种想干的干不出来 因为不懂科学 是吧 怎么一直叫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委员科学 所以想危害的危害不到哪去 最后讲几句笑话 有危害笑了就算了 是吧 你说今晚讲一讲 讲了又白讲 因为大学维害还是要维害 驱从还是要驱从 但是就知道再驱从 是吧 这些人你看看 三居秦安一夹那不得了 三居秦安都是两个 中国科学院院士创造出来的 贴在中国科学院的网页上 后来一出了问题 他们网页测了 然后公开生命我们没有 结果中国现在网民厉害 原始网页就贴出来了 化学家的发明 所以我们网页测也是化学家 哈哈 哈哈 化学家现在很危险 哈哈 所以从这一点中 内部的研究 研究它也不是一种秩序化研究 没有学术共同理 没有学术判断标准 没有向学生进行学术负责 没有教导学生 真正在科学的门口 是最危险的门口 犹如在地狱门口一样 充满着高度的警惕感和紧张感 没有 我们是搞儿戏一样的 所以龙道好大学干什么 理工科就是什么 当校长 中国98%的大学校长 都是出生于理工科的 严格说理工科的人 一般是不能当校长 因为他都是技术专家 程序化的 所以国家也是一样 国家也不能由理工科的大学别人来领导 在领导你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国家 八六三工程 九七三工程 九八五工程 二十六工程 你看妈 只感觉到中国是一种工程包工程 是吧 国家正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里头讲 它是高潮的技术 艺术 你怎么像工程程一样 这样工程 是吧 这个就是理工科搞得我们中国人 这个生活语言极其贫乏 是吧 奥运也是工程 是吧 这是开玩笑的 是吧 艺术不是工程啊 工程又是什么艺术的 是吧 这是很简单的 往上导动一号就行了 都能搞工程 长城就这么搞出来 是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大学本身有误导 所以中国的科学家们做科学 没有为科学奉献终身的这样一种愿望 一当个院士 开始院士腐败 这里忽悠一千万 那里忽悠一个亿 所以院士就蛮腐败 我们学校正好有一个年轻院士 跟我同龄啊 当选还是前两年更年轻 校长书记怎么捅着手心里 全校只有我敢骂他 因为我们同龄 我说你他那混蛋 没当院士不跟我一样的嘛 也就是个院士 你一当院士就流逼了 我说当院士就是废物了 为啥 广东什么青年科技协会啊 什么青年商会啊 什么会长都是他 我说你懂啊 你懂个屁啊你 你搞肿瘤研究的嘛 你搞肿瘤研究的嘛 你搞肿瘤研究的不是了 哈 现在啥都懂 是吧 美会必到场 我说我这个就是套忽悠嘛 文科嘛 政府开会都得要去一下了嘛 尤其搞公共管理嘛 跟政府什么部门打交道嘛 你说政府怎么开会 我不到场就是属于不正常 是吧 我的专业就是要这个嘛 我说你跑来干啥 啊 难道在现场发现我们身上长得肿瘤 所以我说 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的科学家是没有科学精神的 你会像古希腊那样 阿基米的罗马人打来的时候 他在沙坛上演算 告诉罗马人 我把他演算完毕 你再阻止我 这叫做热爱科学 中国这样的科学家找不出来 包括我们学习的科学典范的前学生 前大富有 前学生各种发明的学问都有一百门了 一个名词加一个学 就整一门学问 前学生论新科学这么会百 就论了一百多个新学科 我今妈也没有这么伟大的科学家 所以我对前学生这个人我一点都不欣赏 大同学第一个跳出来 毛泽东当年非常荒谬的 我说粮食蒙汉十万公斤的就是前学生 要给你光合作用 粮食蒙汉十万公斤 绝对有科学依据 马来本来毛泽东自己都不相信的嘛 你看前学生这个混蛋这么碌碌的说胡话 毛泽东都有吹牛皮吹得很 自己都信了 因为毛泽东是龙命出身的嘛 他出现粮食蒙汉十万公斤的粮食 粮食蒙汉当时有五百公斤的就很了不起了 你说我今天开完的时候 一某地要修个硕大无棚的仓库 才能够装十万公斤粮食 有什么从地底涨出来的 那那哄谁都哄不了的嘛 对吧 然后我们四川就是一句俗话说 你棺材里撒花椒马鬼 你别一 说吧 哎 刚才老是龙命出来那种前学生给他论证 毛泽东这个胡乱狡诈的农民 他都相信了 农民就是靠自己的狡结嘛 这个不是骂他的 是赞扬他的 因为农民跟工人的狡诈不同 他狡结的 是吧 就小聪明老他一转他骂的 这一斤萝卜又多买了五分钱 哎呀我们不是人格的事 我们以为我非常尊重人格 但是他的小龙计算才是这种心理 所以我们经常说 小龙小龙的意思就是这样 对吧 这是他的学生规定性 对吧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们都研究已经到这样的状况 大学内部啊 他是非常不顺 所以大学里为什么蒙官如此厉害 一个处长有几十个教授去阴拼 真的头破血油 或者大学为了个系组 让教授们开打 或者为了一个学术委员会主席 要拿着毒药 拿着遗书 你选不选我当 不选我当 我就要杀 所以学生现在也脆弱 动作就要自杀 教授脆弱 教授脆弱 带着学生脆弱 教授坚强带着学生脆弱 教授坚强带着学生坚强 这个是正常的 这是氛围 所以今天中国大学处境呢 在我看来是氛围不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谢勇有它的道理 因为新来年大氛围不坏 尽管暂时大学都不复制的 这种再不可能说 哎呀为了办个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又让每个人打进来 然后我们又到武汉 先整个山梭大学办一梭 然后又把我们迁到昆明去 然后就成了世界一流 又出了一个罗贝尔奖护的这个 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西月勇那种说法 都是识人说梦 但是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它在呼唤那种大学阵位 我们今天中国大学的处境糟糕 就在于大学氛围坏掉了 三十年前坏在政治氛围上 就是一九四年到一九七九年 而一七九年至今坏在一个 市场化的一个角度上 就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跳极端 没有要到一个大学维持自己的组织特征 是大学内部显得有序话 就占于要把社会各种力量和大学自身的组织力量 以及大学自身内部的活动主体 就是校长 教授 管理人员和大学生 就哪怕那些硕士博士 都是为大学生这个大的范围 四边能够良心互动 形成社会力量和大学内部的四种力量 自己的边际平衡 大学的组织特征就能够显现 而我们今天没有这种良心互动和边际平衡的大学俗经 很显然没有办法 你就被社会肢解了 要让我们转到第二个问题 那就大学取从的状态 我们说大学取从的状态呢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个角度呢 我要分析大学取从于什么 大学取从于什么或大学取从于谁 我们分两个角度来分析 大学取从于什么呢 说白了 两个字 全师 全师有不同的形态 一是物化形态 今天就是市场力量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但大学因为就是花钱 很容易由来便是两年 今天中国大学得到一笔捐助 那种喜出望外啊 和那种捐助者对你的居高临下 形成大学的一种怪诞现象 是吧 因为我这个学院聘请了一些海外教授 其中有一个教授 在香港就去给我拿赞助 于是我们就搞一个论坛 一个香港小商人给我捐助个几十万块钱 牛逼哄哄 说定协议 就这样条件 那样条件 我就一路了 他妈的 我不要你的钱 你以为那个钱好吗 不要 不要了 但是我们的副院都劝我 你不要牛逼哄哄 因为有中介给你介绍的嘛 你这个就是客座教授给你介绍的 这个不要不好 我说他就忍了吧 就要了 要了 之后麻烦就来了 他毕竟来了 到处混加指责 而且我们请了一些大腕来 他就可以演讲税三万 我说三万就三万 哎呀 你他妈钱出了不多啊 要求提了不少 但是我已经因为考虑了一些国外大学知名教授 对我们的帮助 我都不好跟他反面了 中国人是人情社会面子社会 对吧 那我就办完了 办完了结果这个教授就跑到那个教授家里去 因为他平常想巴结这个教授 他没有社会资本 巴结不上 我们通过我们个人的社会资本 就把他请来了 而且他主动表示不要钱 不要钱呢我就跟他说 你这三万块钱奖购费 我在我们学院设三个平均证奖学金 至少就差不多两年的学费就解决了 我们已经预测在先 不是说我们学院就把你的三万块钱给贪了 结果他跑到这个教授家里去怂恿 大陆很糟糕啊 我们捐了钱他就拿去吃饭 就拿去旅游家去喝酒 甚至拿去按摩洗脚 没料到这个教授就跟他关系好的老师就说 搞得我博南大陆 我琢子一排去你妈的蛋不要你这个钱 你给我拿走 是吧 我说这三万块钱和我之前给你做的广告费 我通通不收 我来做 我拒绝误化 是吧 我说你这二十万算什么 但是对整个新鲜中国的大学来说 得到这样的捐助 而对于商业力量的随意要求 太取走 我们又回想一个故事 大家就会知道 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诞生的一个来历 是吧 当年斯坦福夫妇送自己的儿子到哈佛大学读书 一不留神啊 儿子因病死亡 两口子拒父啊 非常伤心 就到哈佛大学校长的办公室 就去告诉校长 因为我们儿子读哈佛大学不训去世 我们要捐一个墓碑 哈佛大学校长一阵大笑 是吧 扯淡 你儿子死了捐墓碑 那几千死了 我们认识了墓园 是吧 不该 是吧 那两个人直接说 那我们捐洞楼 那个时候哈佛校长有个泰奥嘛 有哈佛校长也叫Christon 是吧 跟你这个什么奥巴马 这些民粹主义者也是平平坐的 是吧 那不要不要 我们这个楼都够了 哈佛两夫妇觉得受了侮辱啊 那好我们到西部 拜所给你哈佛齐名的学校 这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来源 这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哈佛大学一个是有自尊 你给我捐钱 你必须要服从哈佛大学自身的远走 所以哪像我们现在捐钱啊 对吧 三个人他妈境界不高 所以我在我们中央大学讲 一人别全是五千万 到一元以上才有资格入学的 我现在还骂他们 我说你们境界太低 刚刚脱贫支付有点钱 他妈自己欣赏都不知道 捐点钱就整个什么什么肉楼 我还不知道你老子生你啊 是吧 你像这个烧义夫楼 吊架 是吧 你本来做无名英雄 那是真英雄 名垂坚固 你把你的名字刻在楼上吊架 你像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 捐的手并不叫这个名字 斯坦福人为了纪念 他办了这个大学 改名 这个叫啥 大学没有物化学徒 是吧 你捐款就可以吗 你办学嘛 你是慈善嘛 你说个名 这个租名狗姓算啥 不过就是一个符号嘛 你说我老子 如果我父亲 如果一起名门给我起个人见涛 起个人狗涛 我便找人狗涛 是吧 所以有的名字难听 有的名字好听 是吧 我会说啊 这个名字很牛啊 你看胡锦涛 你看毛泽东 谁要毛泽东 他起了任何名字 找人家毛泽子 是吧 二十八化身嘛 这么来的嘛 或者是以前要隐瞒国民党 试图逃跑嘛 在延安时期以前被国民党到处追了 所以改个李德胜 是吧 多了很门 这个名字有啥狗涉的 没啥艺术的 对吧 所以这个意义上 我是赞赏现代西方国家 这种跟大学互动的时候 它不需要你去从于它的物质力量 你有物质 你拿来就拿来 但是我们今天去从于这个物化力量 而物化力量作为权势 另一方 就是我们的党政力量 等会我们会一个个分析 在这里我们不详细分析 这都是物化力量 就是我能管你 我能控制你 对吧 所以我们因为 有高级干部培训班 广东的 第四厅局的 都起码有一至两位 是吧 政治领导 都在我这个学员培训 是吧 很多人就流鼻哄哄 诶 任院长 我在这里搞个科学教授 我就想着呗 你那个厅局干部不够 是吧 我问啥 我说我在大学里 你在当官 你当官又拿好处 又拿好厅长 你那天指挥的百姓 一指七尺 这里又花多 万年 文雕宝是花四万亿 是吧 我们只有睁着眼看 四万亿往哪儿花 然后我看书看到脸发轻 是吧 翻译三点 我加班 好多人整个教授 你又当官又回来当教授 那我啥都不是了 我这个不是从高尚的角度做法 而是从捍卫自己 我的职业角色归进行徒吧 你不要来 所以我这里你不要来 当然省级干部学校要强加给我来 我是没办法的 是吧 一般我是拒绝 绝对不主动跟你表示 你可以来讲一次 讲你的重生体会 你要拿个科学教授啊 你要整个博士啊 你就不要来了 是吧 王毅这种国家开发行的副行长 在西南裁军大学搞个博士 两年半就搞了 到我这里我首先记得规定 起码四年 是吧 你少给我扯淡 然后我们按照美式教育 进行课程 课程博士 严格考试 一年之后 你说你可以考 是吧 他就开考 上午下午考六个钟 你过得了 你就往下读 过不了你不来 所以我们现在市长修扣都修三年 五年能毕业都不错了 但是他出去 他讲好话 我这个课程会无比多 为啥 学到真东西了 你是要忽悠了他 他还屌你 他妈 你学不了啥东西 很差 所以我们不干这个事情 像我们现在 我们达成公司 不干这个事情 严格要求 整个处理处理处理 比不了业就比不了业 我们这里两次答辩机会 第二次答辩通不过 你就歇菜 是吧 谁要你通不过 又不是我不要你通过 你做得太大 是吧 大学的规则一定要讲究 我们也很奇怪 啊 学生一说要跳楼 啊 那就赶紧啊 通过 这是不行的 大学没有尊业 是吧 所以我们物化取宠 我全是取宠 非常理论 那么这是一类 从 取宠 什么 然后取宠于谁呢 我们得要分类来分析 是吧 一类 我们首先是取宠于政党理念 我们中国是个党化国家 是吧 这个党化国家 虽然我们不能公开 作为政治医的话题来分析 来研究 这是个禁区 但是大家从日常生活中 也就体会到了 啊 你看开设计会 出一大会 党都国家领导人 有 党摆在国家前面的 这不是正常结构 大家有政治医的常识都知道 现代国家结构叫 Nicent State Nicent State 就是国家应该是在政党组织之上的 政党应该是在国家之下的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比较特殊 不是西方发达国家 我们的政党国家有我们的历史理由 历史理由就是呢 因为中国人很蠢 都忙于个人生活 没有国家里面 在从帝国形态 或者我称为文化国家形态 遭遇到十九世纪侵略 所以要转变为Nicent State 转变为民主国家的时候 只有少数先知先觉的人 感觉到国家需要转转 大部分人是盲众 所以我这个人从来不隐瞒我的观点 我对群众是非常轻蔑的 为啥呢 有群众都盲众 我成了群众议员 我也是盲众 为啥 大家哇 有呼口号你就跟着呼了 你不呼 大家就当怪物 他妈的我 就像我做人大代表 做政协委员 我都是这样 前两年我都投反对票 或者我就弃权 不取 到了第三年开始 我就顶不住了 为啥 因为三百多号人大代表 我做了区域长代表 像省政协委员 一举手 大概都举 你看我不举 哇 眼光都盯过来 这狗子的怪物 所以到第三点我管他妈是啥都举了 在谁都举了 这个就叫啥 这个就叫群众 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对于知识的独立审查 保持我们的理性政治能力 我们对政党的取权 是大腿里头最悲哀的事情 我们大阅里有如此严密的党组织建构 我觉得实在是没必要 因为你共产党现在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你革命党都是有敌我假设 对谁都不放心 是吧 你搬了一件党支部 然后再建党小组 那都可以理解 是吧 然后一讲亲爱的妈妈 就要善然内向 那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革命时代就是讲情绪 讲感觉 讲奉献 讲牺牲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八年后 一看到这个战争年代的故事 我们就很激动 在我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时候 就觉得是笑话 所以我们现在互为笑话 我一讲为国家绝奇而读书 你们觉得很孝顿 不就是挣钱吗 萌生吗 国家绝奇而读书 然后我一看你们的 你们也觉得 这个很孝顿 就是想挣点钱 就是想文革职 然后一看革命故事就很神奇 一讲文革就很新 为啥你们又没有游行过 那我就觉得我们也无聊了 为啥无聊 因为我小学三年一开始就拿着喇叭出去练语 是吧 啥也没学 别找 我开玩意儿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产生性别认同危机 因为我这一代人发育很晚 我大学毕业两三个月才满二十岁 我没长猴子也没长胡子 我说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因为我呢 没有上生理课 都不知道的 啥叫第二新生都不知道的 后来有人说你都没有胡子 一摸自己来着急啊 我们都学了啥 就政党里面 伟大光光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万岁万万岁 伟大的导致伟大的理秀 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你们八令后有幽默了 把这个岁数的岁改成岁数的岁 万岁万万岁 岁数太多 这整个政党理念 它又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一个组织理念 而且是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念 因而它对政党成员的约束是干性的 所以我研究政治学 我通常都讲 我说共产党有七千多万党员 哎呀 我说有胡锦涛我都感到紧张 这不领导啊 七千多万人的组织你想想 我的妈交都睡不着 所以共产党继承组的时间都烂掉了 所以股本强击 工程就这么来的嘛 你说你们党是不做了啥事 就搞活动 啊 交友 远助 啊 就是这个 共产党怎么来搞这种活动呢 共产党你搞的活动就是共产党宣言 先解放全球内 后解放自己 你没有打到这个你就不错了 所以我这个人 我跟共产党员可以仰慕的啊 哈 但是在大学里呢 我们研究学问 我们学习技术 我们进行创新 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比较庸俗的 为啥阳明明万嘛 光众要主嘛 是吧 不一定要党员那么高尚 是吧 你比如我见了美女我就想看看 见了帅哥我就想追一追 是吧 我就幻想躺在床上卧谈会 是吧 厕所割会 我就想发泄 这个就是大学正常的生活 哈 所以我给我们中大的男生都开玩笑 我说你们笨嘛 女生宿舍男生免入 你偷偷去把这个免字加一个提手 变成女生宿舍男生宛入 你说大学该谈恋爱 他们当地谈 反正带我一起 两眼一抹黑 一个人不认识 所以现在剩男剩女也很多 这是大学搞出来的 大学该谈了 所以凡是有女生想考我的研究生 我第一个问她 你没谈恋爱 我没谈 没谈我该考 是吧 你们还要去跑到我这里来 一天到晚都想着 这个男朋友 那个女朋友 这要是麻烦的嘛 所以一谈了 这个事情就了结了 你就认真学习 学习之余 你就去勤勤勒勒 是吧 你说这个大学生活 多么的丰富 多么的具有创造性了 是吧 感觉就出来了嘛 是吧 你还说华州科技大学 这么美丽的校园 恋爱都不谈 是干啥 所以大学大学 都一正当理论来说 我们就不能谈 我们是革命同志 我们要努力奋斗 我们要共产主义 那就是装眼了 是吧 你看我读大学的时候 就很悲惨 因为应届生 考得少 我是全年纪最小的 是吧 规定28岁 30岁才能结婚 25岁以下谈恋爱 属于违反纪律 你把现在想的都是太悲壮了 是吧 79级的也都比我大 一到80级可以开始追师妹了 我里妈我也差不多该毕业了 哎呀 所以大学里的爱情人记忆啊 我是公白 至今想的有点 哼哼哼 这都啥 因为我们77787就说 新三界正党里面对大学的支配非常强烈 就是周恩来的一句话 非常流行 为中华子学切尔读书 我觉得杨良也一抹黑 天天读书 我大学毕业 第几本都有十几本 现在回讲回来都是满的废 人家看马克思律的哲学教材都看了七八百 回头讲的啥都差不多 所以大学毕业进入电视大学教书啊 那都是党政官员 都是初级官员的 大三年的时候 培训了 我那时候也开始谈恋爱了 晚上啊 谈个通宵 第二天朝四级课啊 八点到十二点 我都不看任何教材 我都把它讲下来 哇 那个初级干部佩服啊 我说你才二十一二岁 我八字年二十一岁 他说你怎么能讲这样 我说马氏主义哲学很简单的 你不那么笨的呢 搞得冲动长了 我说马氏哲学一句话就背出来 说我讲一个学期都不在话下 因为一句话就可以发挥世界课 我说你一行一事第二次 我决定一事决定一事决定 我只不决定的 你决定的决定 你决定是可以认识的 三大决定 三大决定说的 这个决定体来 社会事物存在决定一事 社会意识是传对 所以事物存在 社会意识是传天赋 然后我们的宇宙是要持人政党 政党是要宇宙的 所以宇宙是要革命的 革命是要推动发展的 实际上你一定要 身材满意义一台墙 适应社会 是波罗斯前进 螺旋词上升 我说你现在多多意思 所以你看我 苍白的个人实生活 就换来了这种很废的政党话语 我今天如果在学术界我还讲这个话 大家都笑得满地早 是不是 所以政党理念它有它的比较性 但不要对整个社会 尤其不要对大学资约也太厉害 是吧 党委就管思想教育嘛 思想都管得住嘛 像你们这些帮人都很狡猾的嘛 党支部找你们谈话 八人八尺好不好 好好好就是好 他把心里想好多屁 废了废不下来还这么讲 他怎么绝对在讲啊 现在现场讲八人八尺哪个人背得完 太多了嘛 所以我说像毛泽东那样 就四个字搞错 自用名词 啥是用啥是名 啥是词不跟你讲 犯错误的事情 你说这个胡锦涛就是太可爱了 他把八人八尺全都交给你了 犯错误是他 为啥 有你一个讲了我就知道 哎呦八人有八尺我就不犯了 不犯你就犯了 你下一个讲啥了没得讲了 所以毛泽东比他狡猾 是吧 这个不在讲 我说概括的政党理念很厉害 毛泽东八个字 谁都超过 谁也犯错误 他更多犯错误 是吧 谁啊 就是我们刘胡来 身都为大死的光龙 我的妈 人一生就是身和死的问题 拿个字给你搞错 是吧 这个胡锦涛同志呢 就是苦口婆心 把我把死一出来 我的管理省委员不做报告 我就说 我说放心了大家 哈我也讲完了 但是我让大家放心 大家说放心 你们是做不到的 下面也就都真实了 都是触体干顾 为啥 我说现在考一下 你看你把一把子背都背不出来 你怎么做得到呢 太多了吧 十六点 我的妈 记得了你脑袋翻云 等你背到了 你的事情已经办错了 对不对 所以政党理念 只适合于要求政党成员 而且在大学恰恰 最重要的趋从就是对政党理念 我们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宿主席 我们都不敢行政所长的校长宿主席 直到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才发现1988年广东省委就发过文件 要求撤销省职机构厅局的党主 这种改革大家现在敢不敢想 所以改革二十年了 是一个衰退过程 我们现在根本上没有改革的锐气 所以现在改说撤销党委 我已经把你吃了爆蛋 像我都不敢说 我是要引用 说清楚 这个人不是我的 他说我到华科来宣布要撤销党委 那是不敢说的 虽然是存在这么一个事情 但不是我说的 我是引用 注意 引用 1988年广东省委文件 犯了错误 反正1988年广东省委出签已经死了 追求不了了 所以另一个取从于谁呢 就是我们现在大学要对政党委员 而政党对大学要求会过多 你要爱国 你要学习 你还要解决个人生活问题 但是齐情流域他也不理睬 对不对 就你个人喜怀怒 我们共产党是不理的 你必须把你当作一个高尚的道德个体来对待 你自杀也不对 你学习不好也不对 你贫困也不对 你不很好的发展你也不对 总而言之 学生就是被教育对象 所以大学里头最弱势的群体就是学生 为啥谁都可以欺负你的 员工我们也把它叫老师 员工就员工嘛 什么老师 你教得了啥 但是我们不承认这种分工 只要打开工作的都是老师 少对的都是蒙老师 是吧 政党里面要是太严格 让这个群体完全没有回应之力 那么第二个取从 就是最直接的 谁呢 行政指挥方对大学的指挥 已经被大学的行政化所长期证明 大学的行政化可以说三个方面 第一 大学的布局是完全行政化 一样 华东科技大学和我们中山大学中教育部署大学 拆过一枪修个房子的教育部审批 所以我们都要跑步前进 对教育部的官员都逼供逼近 我老想批评教育都不敢 为啥 一批评呢 中山大学的利益受损 把校长书记给我穿小鞋 所以人头又人大大大大大 就写过一篇又抖住了人 后来我就不敢写 就是批判大学扩招嘛 大跃进必然大千债 不是千两千五百亿嘛 吉林大学又出现三十二亿 师生的账都不能报销 我写了一篇到处长载 后来就说部里就有人不满意了 因为我们这种做院长的 也要到部里去接触 校长是接触师长以上的 院长是接触部长以下的 但中国的政治就是处长政治 处长写文件 师长一批 部长说可以发 文件就下来了 这是中国的行政程序 行政政府运作过程就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不是说行政管理学专业的 我们就不用讲专业词 简单的那边故事化 所以从这一点来 我们对政府的取种 是因为政府第二个占有了什么 资源 所以我们就要对政府的第二取种 就是资源取成 多少师资 多少教授 多少专业 多少博士点 多少硕士点 什么委员会 然后再展开各种评比 都是教育部控制的 由于有这些资源 哪怕你包括北大清华 这种所谓流鼻哄哄的大学 他也得取从 尽管他取从的程度 可能要好过 华中科技大学和我们中山大学 这种二类学校 我们是最惨 又是部署学校 但是要流鼻哄哄呢 又赶不上北大清华 那怎么办呢 就勤奋一点 勤那么不拙 是吧 你在北京做工具 跑一趟教育部 我他妈在武汉 我跑三趟 咋的又昏个脸熟 你资源你给不给我 你只是给我了 是吧 所以我们华中科技大学 感觉就最爽了 为啥教育部 都是我们的 是吧 我的同行院长 我们一讨论 我经常跟他开玩笑 我李先留了 你有啥事 你就可以直接找周记 周记都不知道 世间还有文件超 所以我只好去找处长 一个个求 所以这种资源驱逐 是最要命的 因为大学不独立 首先在资源上不独 如果我们有独立的财政来源 你看哈佛大学 这样所有的校园发展资金 有三百八十几个亿 到五百五十亿之间 复刻帝国 说你把总统一下 回来哈佛大学当校长 当不成了 不要你 所以克林顿很惨 退休他在哈佛大学 法学院的毕业生了 想回到哈佛大学当校长 不要 要了他手下的沙默斯 财政部长 部长来当 你这个总统不要 很掉价的 是吧 布莱尔想回到刘金当校长 不要 是吧 基辛格当国务卿 本来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出身的 是吧 当那几届安全事务独立 两届国务卿 回去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不要 因为你现在不是学者 你看 为啥 他因为资源独立 是吧 有自己的发展基金 你不够包含 不够包含 不够包含 自然有的来 自然有钱收 是吧 有关学费出来挣一脸二万五千 是吧 学生觉得讽刺 认同感不强 耶路大学因为是在小镇里办的 很小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家认同感非常强 这个发展基金 就多了这个哈佛大学几十个亿 哈佛大学历来摆老大的棚 就觉得很丢脸 然后就找了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赌一年哈佛 是吧 但是一看 我这个学生本来比耶路差的 夹几一卷一百个亿 我那耶路只有瞪眼看了 我那干不上 是吧 我们现在学生啊 因为有资源屈从 而被大学本身的资源独立 你们又不愿意承担责任 在学校没有资源意识 出去之后 对你自己母校成长的资源支持 你们有没有这种观念 当然大学也没有胃后 你们也胡该 是吧 美国大学每年都给他的学生 要发卫问海 附来就有一句 如果你发展了好的话 有剩余积金 这是大美的发展 所以大力就捐钱 所以我准备在我这个学院 就开始推广 是吧 因为有一次在我这个学院 我很伤感 我带我们的九一级 九三级做班主任 是吧 毕业十九年级聚会 班长就提议 每个人捐两本 我当然辞职一笔 我他妈的 你们那三十个人捐两本 九六一毛 哪给我干屁也没用 结果让我伤心的是 捐两本 都只有班长一个人朋友 所以我们的学生 自身没有大学的资源运作感觉 没有对大学资源保护 对大学发展本身的资源认识 因而大学成为目前这个状态 你们从今天开始 你要有意思 你们是有责任的 不要以为大学班的不好 学生没有责任 所以我们是弱势群体 我们没有责任 要有责任也是周记的 那这个就是你是不负责任 对吧 对了大学来说都是如此 所以我在中山大学我自己我从来说 虽然是渠情政府 但是我在哪里捍卫中山大学 我说我像疯狗一样的捍卫中山大学 只要我在中山大学屁股决定脑胎 我不在中山大学 我在哪里大学我还未来大学 这叫做组织中山 组织西文学嘛 要求组织成员中山与组织嘛 否则你组织不行你还得行 是吧 所以北大清华要是中山大学不行 那我一定要通过我的墙边 把你北大说的不如 他说你北大总有很差的嘛 你不是人认都厉害嘛 因为北大的富裕团 何方川出名历史学家都讲嘛 人也认北大的牌子 不认北大的教授 对吧 比一万多教授都厉害嘛 不可能的 将我们华工的院士拿出去 总比你北大的教授都厉害嘛 是吧 你流鼻啥流鼻 是吧 咱们是博弈论的 用最强的比例最多的 博弈的比例是认 但是在资源上 确实现在我们基本的资源 是控制在政府上 这是第二种 布局 资源 再到什么呢 再到我们的运行 大学的每一个运行的细节 教育部都要控制 或者都有省教育听控制 你有本科教育评估 大家也刚刚经过了 有本科教育评估 你关系教育部啥事 你狗拿好多管钱 是吧 本来大家还指望周济上去当部长 因为是刘梅博士嘛 不搞的 结果他还起经要搞 政府在有个资源的时候 霸道 你说错了是不是 老是错到底 你还把他没办法 你有时知道 哎呀虽然这个人左 但是他是坚持左的一场很可爱 这是中国人 简直是狗屁到家 左就是很讨厌的嘛 他说他真左就可爱 假左就讨厌 这我看来他左都可恶 是吧 因为左都是道德虚伪 因为他抢占道智制造点 扎解决问题他就不理不谈 是吧 满腹牢骚满腹豪情 从此之外啥意思是吧 是吧 文学轻炼性 愤怒轻炼性 是吧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政府里 控制细节的时候 是在大学从教育的具体环节 你比如说一门课 你比如说实际上的教育 两课 多一些课十 哪几门课 不仅仅是教育形成当局 而且取从一个政党里面 这都在上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才能敲定的 你说这大学的行政区 从达到什么地步 是吧 那些课里没有什么学术含量 所以我就参加马克思主义论坛 我公开在现场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人叫嚣 我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 占有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优质资源 你们就具有了当然的知识优势 我说看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危机 就是在知识上处于绝对劣势 没能理你们 除了上政治课没办法 考不及格不能理 所以在课上只好农想办法作弊 是吧 因为我是当过实证科教师 我是知道 我当了实证科教师 讲人青少年修 青年修养 只有讲一讲的时候 学生中来 婚姻恋爱 因为我当时讲三口精神 我讲的比较另类 我大学男生的就是三口精神 没有追求对象 是野狗 画出乱窜 看了就想爱 一发现有对象目标了 是疯狗 狂追 楼下乱喊 然后一找上了 啪啪狗 是吧 小狗白狗 是吧 哎呀 那一次课决定了 我调除实证科 到了我现在做证课 我本来原来学这个课 我不做了 扛住 因为我这个人 自然还有使命感 还有激情 我把他骂了两节课 我自己哭了 是吧 我们文革出生的这一辈子 极其有余 理性不足 是吧 所以我现在研究社会科学 我将降低我的激情 是吧 然后我冲下学心 不能教这个实证科 学生不买账 不买账是有理由的 因为我自己是不买账 是吧 一个共产主义是个啥 我都不求懂 一个共产主义 我是很信仰的 你本来以后 我不是共产党员 我就不信仰 是吧 每次讲共产主义 这么美好 你不信仰你就不是个人啊 但信仰就是信仰 你不要把信仰讲给为行动 我在共产主义要信仰 我的妈两条啊 你不喜欢 按区分配 你不喜欢 按我说的 啊 啊 杨立伟上天我就可以上天 按虚嘛 然后我在教科学科的时候 哎呀教教这个不是按需要 需要不能这么庸俗 需要要是理性调节 那就不是按需要了 那是按供企 对不对 我跟你供企 按需要就是我 我以为这个欲望就来了 我跟你妈 这马克思做犹太子 你就是想的太美好了 你不相信啊 你就是笨蛋 那第二条更友好 更美好 不是更友好 个性全面自由的发展 我跟你妈 我他妈逮谁骂谁 还跟我很友好 你说这个 虽然理解上有点庸俗哈 但确实是吧 个性全面自由的发展 喜怒哀怒都自由啊 人生这么没法这样 我现在他妈见着我个领导 我还只好什么仙媚啊 别看我这里讲话流鼻哄哄 我还是有仙媚的时候 我又把他捞到院长干了 很多人说 你这种个性怎么能干院长呢 我给小长拍马屁的时候 你没看到 所以这样一种细节 细节上的东西 它更进一步强化了 大学教师职员 教授和学生之间 那种微妙的人际调节 和那样一种技巧心理 这种俱从啊 影响是非常大的 虽然我把我们的政府 称为影子政府 所以影子政府 就是我们的政府 是政党的一个影子 实际上政党在决策 政党在操作 表面上是政府来干 但是政府在直接操作过程中 它对大学的直接控制影响最大 那么第三种控制呢 就是大学对一个发育的 或者发达的社会 取从 这个实际上是隔山打牛了 说的是西方的状态 因为西方对于大学来说 它是取从 我们中国因为 还没有一个独立的语义的社会 说明一下取从社会呢 还不知道取从谁 因为我们没有健全的公民统治 但是我们现在的开始取从 这个一般可以说是市场取从 一般可以说是社会取从 为啥呢 你比如说我们大学 我们要求干啥 学生要开车 学生要回计算机 学生要学好英语 我们去年全国高校政治学 公共管理内院长开会 有些省书院学学的拼命奖 我们有新的教育了 我们必修课开车 他轮到我发言的时候 我说在哪里 你这个学校我建议改 因为都是熟人嘛 说话比较改变 都改了 我蒙不蒙气功学校 他说 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我说不这样小左说 我说我在我这个学院 我从来不跟学生说这些 你要去开车 你要去蒙生技巧 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大学院就按照我的教训规程 教你理想主义 教你基本的科学 技术 商业 法律 政治 社会 经济 各种专业的知识 中国的大学就是应该这样的 不要社会一忽悠我们就转向 是吧 像我在培养厅厅级干部的时候 那个厅级干部给我提问 是高气啊 任教授 我觉得你讲课 确实好听 但是有个基本问题错了 不是啥 说你就只批判不建设 哎 我说这个问题你要搞清楚 是你胡说了吧 我说你当厅长 也就是负责建设的 我当教授也就是负责批评的 做了不对 因为你拉了拉税的钱 你就去改 如果我做教授 我又批评 我又建设 我又操作 哎 我说要你干啥 还有一个像指引其他一班大学教授 大学家 我就讲一讲一讲 开玩笑 这个叫啥 我说 现代社会 分工 又分工才有合作嘛 我大学家 啥就讲完了 你不是个废物啊 啊 就像我到我们的管理学院 里面的经济学院 去讲企业家精神 下面的企业家有个提问 人家说你都没有办过企业 你讲什么企业家精神 我说你搞清楚 你虽然操作企业 你没精神 你操作企业精神在我这里 为啥 因为跳开企业 才能看到他的精神 你会操作 你会操作 但是你的精神 这个都叫啥呢 都叫分工啊 我一天吃饱了 把没事干 就在那里看书 就在那里想象 啊 古今中外 我干啥 经验教训 违违到来 穿透的就是一个精神 穿透的就是一个批判 你做得不对 你做得不对 我可以说 我就是棉花匠的女儿 会弹 不会扒 如果你把你的位置拿来 我扒的不一定比你差 但是我不晕 像我在广东做扬城论坛 三个医院服务的企业家 一个自告空调 大家知道空调行一个前三位 老板也是念三遍的 在我儿子他们做慈善节目 我就是说 企业家该不该捐助 我儿子得出一节目 企业家的捐助是应当不是高尚 因为你的财富是社会 你个人的创造不要财富 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认识到这个 至高空调老板就说 他说中国慈善排行榜 中国富翁榜都是钱一百万 是吧 还说人家手里就是犯红颜病 他说你都不知道 我们做企业东西 晚上十二点钟还在春天里头 很辛苦的 我对不起 我不犯红颜病 我说我做企业不一定比你差 那我做 因为我都很偷懒 说像我们吴易教授一样 做田野很辛苦 我就是买几本书 坐在书房里看一看就开始想 悠闲 这个分工多好 我说但是绝对我的劳动不比你偷懒 你说你十二点钟还在劳动是吧 我说晚上三点还是加班 万类聚集 私入全有 下笔如神啊 啊 啊 我还是劳动的 你在这么一个行业里头 混得出人头地 像我像样 你不艰苦付出 你就信手连来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有心取从 我们对社会啊 有时候不能说太屈服 我在我的学院 我说市场有什么要求 你要求你的 我不管 是吧 我也可以给学生介绍职业 你就是学得好 我给你介绍 学得不好我不理财 哪怕你出国要推荐 我不认识你 不推荐 我说我一个院长 几千号学生都来签的话 就没信用了 外国人男生 哎怎么他妈的 这个电影签的都是一样的 是吧 就不来的 是吧 你学生学习有天资 至于你毕业之后 从事什么职业 没关系 是吧 我扶持我们学院的学生 就是你在任何行业 你需要我来帮你 怎么帮你 我能够帮的 马上给你鼓吹 当做你的组织部长 我都可以训练 这个人力都不用 你没眼光 对吧 我可以脸皮厚嘛 只要你做得好 是吧 所以屈从受受受 大学就不知所措 今天的中国大学就是这样 那里面管理好 全国啥大学都办管理学院 法学院好 啥大学都办法学院 叫我们的NPA NPA好 谁都办NPA NPA啥的你搞懂 因为我说北京开NPA教授 我已经到一个著名大学 很著名的大学 国外去 去谈我说国外世界上 NPA NPP NPM 是不一样的 NPA叫公共行政措施 public administration NPA叫public policy 公共认筹措施 我们现在从那把 翻译成公共管理措施 叫public management public management 主要偏向于管理科学 其中几个院长就说 哎呀我们都没搞清楚这个 你到我这里赶快来讲 你讲赶快来讲 我应该说 擦了嘛 我说你还半人偏 你私啥都没搞懂 是吧 这是故事了 是吧 我们今天的大学 瞿虫社会就到了这样的状态 你先搞懂了 你再去搞 所以毛泽东有个说法 大学的蛆虫变得很恶劣 不学 不懂 边学边干 在实践中学 在实践中提升 我里妈 这个是很糟糕的 别看我们纪念改革法三次六年代 实践是简连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多么重要 实践是简连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非常有害的结论 这导致急功近利的哲学 所以中国的改革法没有总体筹划的 总体筹划靠谁呢 靠我 靠我们 对吧 所以北大刘碧鸿鸿成立一个国家发展研究院 什么林毅夫啊 周期的刘碧鸿鸿 是吧 我本来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马上成立一个国家战略研究院 一定还留 是吧 国家战略研究政体问题 是吧 中国现在改革走到今天乱七八糟 就是因为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大学没有尽到责任 尤其经济学这种没有尽到责任 就要把出收入义 是吧 前一个月还说中国要拯救全世界 现在经济学还没有进攻中国经济完蛋了 明天是寒冬 所以经济学只能给它拿出来弹掉 所以经济学没有公信力就这么来 因为它没有批评精神 所以这个时候大学取冲谁 取冲社会和市场 市场用啥子我们就培养啥子 不来这个东西 所以哈佛大学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国精神 像我们综合性研究性大学 如果一个国家基本精神 基本科学基本技术 与你这个学校无关 你就没有脸说 你是研究性综合性大学 所以我这个人就是顽固 我绝对不随风倒 哪个热闹我就做哪做 我一直围绕我的哲学来做 现在也做政治哲学 我就是研究国家大问题 到哪儿就是这样 我那里孔子的一个气派 治国你不咨询我咨询谁 不咨询是你的遗憾 不是我的遗憾 所以在广东 只要政治局委员 神会书记买的找我座谈 我那说话都是七错误 但最后我们要表示礼貌 道歉 就请教书相声音太大 所以广东的报纸都拿来当故事 王阳书记刚刚去的时候也是中共领导 政治局委员 王阳也有一个默感 哎呀就是任老师 你这个讲课一定会受大学生的欢迎 哎呀我说那是他 刚才那是他起的事是没得出来的 所以这样取从于谁的问题呢 我们就把它解释清楚了 就可以了 这位叫做大学的外部取从 大学的内部取从取从于谁啊 大学的行政权 因为这个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 我们就不讲得太多 你比如大学的校长就特别牛逼 大学的院长就特别牛逼 因为他控制大学的行政资源 他在平时时辰 他在决定学生适合毕业 决定学生作弊 究竟怎么样处理 决定学生逃了学之后 怎么样办 或者恋爱出轨之后 被发现了怎么进行处分 所以大学竟然是高度 对内也是高度行政法 所以对外取从 对内取从是相互对应的 而这样的取从危害是啥呢 因为我们一定要留时间给大家讨论 我一定有点沾打这样的时间 所以第三个问题 我们就结论性地分析一下 大学取从危害 我认为三个大方面 第三个具体问题是三个大方面 所以三个大的方面 不是只能把这个问题扩开 向领导讲话 我只讲三句话 三句话讲也算我 不是 三个大方面是什么 是领导很大 来不及具体分析 我们描述这个范围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导致了我们民主精神的火 全世界公认三个国家最不自信 第一就是日本 第二就是韩国 第三就是中国 都是以小国心态办大国角色 小国心态办大国角色 就是最扭曲的状态 就是民主精神最萎靡的状态 为什么萎靡 第一 你对你的缺乏现代精神创造 感到很羞愧 但又想掩盖 因而你什么办法来掩盖这种羞愧呢 那就是民主主义的叫嚣 你看我们对美国那种优势感是莫名其妙的 他妈 你才两百多年 牛逼啥 像我跟美国的汉学家说话 我也是这种口吻 在国内我批评民主主义 见到美国老我们要印着脖子 各位儿 你才两百多年 当五千年吧 是中参律教训他 使用筷子的灵活程度对大佬发育的好处 但这实际上是小国心态 我们不敢承认自己的无能 日本人 韩国人也是如此 整个国家都被留美学生所把持 你像我们金融线糟糕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者 几乎全都是留美学生 所以我们持的外汇主要是美元债券 我们黄金的份额很少 欧元的份额也很少 为啥 因为它有美 有这种自然的亲切感 一弹到美国 它的骨头都软 但是他又回国 他说 哎呀 老子能写英文 他以后他很牛逼 所以我在我们院里 现在我们有七八多个海外回国留学的博士 我就公开讲 我说你发英文 我当然支持我也中讲 但对不起 我有两个要求 要么你在汉语世界有影响 要么你在英语世界有影响 你说我在英语里发了一篇文章 我扯淡 毫无影响 不要给我提 是吧 中国的大多数大学都是在国外的SSCI上 就社会科学文件书一样 登录了 它就算一级刊物 在我这里不可能 我的规定是什么 在国外还前百分之二十的一级刊物 前百分之五十的二级刊物 前百分之五十以后的 不算 发了白发 为啥 因为你是超汉语的学者嘛 如果你的汉语学者没有影响你发英文 你因为学者没有影响 你整个就不是个东西 但是今天中国大学取宠 在精神上是违逼的 他不自信 他随便写一个book chat 就是说书里头写一章很牛逼 我说那个叫中国叫啥 你把这 编教材 大学本科都会编 123 156ABC 加以柄 那算啥智慧啊 所以我在国内公开讲 凡是以教材扬命令外的人 都应该感到羞耻 而这种所谓知名学者不在少数 我编啥教材呢 我原来是不做行政 我自己立的目标是 五十年前绝不编教材 但是七年前一步留成做副院长 后来做院长不编都不行 所以中国就是麻烦 所以取宠 我今上也就萎靡了 一下就萎掉了 你说你不编 不编 编 所以这个意义上 我们的精神问题 导致这个民族精神实际上是没有自信性 民族主义的情绪善动是最没有自信性的表现 而且大学的学生是最明显的 你要往上分歧的民族主义教肖 不惜跟美日一战 这种说法都来自于你们的同辈 这是最脆弱的 战什么嘛 战一个国家要搞清楚的实力 然后埋头发展 所以邓小平家 超过养会绝对当头 是伟大的政策 等大老师叫板的时候 你美国都没办法 那个时候再叫 现在你叫啥 叫了白叫 所以在海南 大理大理是开博物论坛了 胡总书记一知道两个数据 按照海外媒体的描述 叫默然无 你说打仗吗 我们南海戒队大理知道我们是最精彻的 所以我们导弹 观察敌对的目标 多少海力 70海力 然后胡总书记在问 敌方 像我们假设的敌方就是美国 它多少 200海力 胡总书记默然无 人家是把导弹已经打过来 130海力 被发售 这民族的教票完全就是受了 毛泽东的那个腐蚀 就决定战争胜负四人 咱们中国十三亿八千万一教 他那里美国才三亿人 五分之一 教不过生意大 所以邓小平我都比毛泽东伟大 因为他衡量形式非常清楚 对国家发展争断的非常不确 但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能够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流转 所以我说我们大学精神有运异 对整个民族精神有运异 因为对民族精神进行阐释的人 都在大学和研究院里 你看美国为什么哈斯大学说 没有美国就有哈佛 你看这种气势多粗 因为没有美国的时候 各有美国设计国家哲学的爱莫生 后来是詹斯 后来是罗尔斯 福利社会就是罗尔斯社会 都是哈斯大学哲学 一部美国精神史 离开了哈佛的爱莫社会 就写不出来 你北大你流逼啥 所以我也敢叫嚣你北大流逼 刘俊宁还说北大是自由主义传统 我狗屁 北大就是极左传统 中共都是在你那里成立的 成都秀里大招 文学青年 波斯维克一定胜利 看未来的事业必须刺起的世界 那谁说的 你他招费 是吧 你北大的人就搞光了 就是极左传统 中国大学都是极左传统 因为都是革命大学嘛 我们现在就搞清楚 革命过后了怎么办 罗拉已经出走了 不要让他再回到他老老公面前去 他能够独立 他能够自主 他能够自尊 他能够自爱 他能够自信 大学阐释民族精神啊 才是对的 所以在我的笔下 我这个口中 管你妈三七二十一 哪个伟大的人 都是我的分析对象 要我跟你拍马屁你修想 但是我只要跟你做得对 我把你马屁拍了三下 你说邓小平 我叫他几声 妈爸 那都不愿意 但是要你们做错的事情 对不起 那我历来是批评 不要对1989时间 我也批评 处理不大 导致了中国近二十年改革的困境 本来1988年的时候 我们都是理想主义改革分析 大学产生改革精神 研究院产生改革精神 你们回头去看看1988年的正改论我们 二十年我们达不到那种水平 我还是做政治学的教授 达不到那种水平 这第一重危害 就是民主精神缺乏 昂扬自信 而是萎靡的自信 萎靡的自负 那哪是有五千年 五千年把你屁死了 你活在当下的 那你当下不行 孔子越行 越显得你不行 所以国内提倡的国学热的都是我的哥们儿啊 蒋青啊 成民啊 而且我也是原道的编委啊 有些人把我国内为保守主义阵营 就这么来的 但是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是笑话 什么国学热的批 国学有用的话 就不至于1840年拜个英国 虽然这个有点公理主义的判断 但实在就是这样 历史的逻辑是冰凉的 它不像我们在那一任国家前途命运 而是火热的 是吧 这第一重回来 第二重回来是啥呢 就是我们大学因为 毛泽东当年就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说法 他自叫儿子 毛岸英的信说 你必须要读大学 但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 毛泽东后来说回复大学也是这样 要办大学 要回复大学 也指的是理工科大学 所以像华科最近几年才开始兑现大学 智慧大学的理念 以前的华中工学院 研究说是不叫大学 你就是个工厂计时训练所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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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Universal 普遍的东西 研究宇宙 所以人家研究物理学到了刘顿手里 为什么最后研究三地是第一推动力 我们中国人就把刘顿这个研究当笑话 这是中国人可怜 研究物理学就知道物理运动完蛋了 但物理运动最初的动力在哪里 我们中国人就不感兴趣了 所以你即使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家 你也是个废物 所以杨真理我也看不起你 为啥 你只能局部解释物理现象 你不能总体解释世界现象 总体解释不了 我就像刘邓一样了 引进上帝 所以人家的科学精神才有马克思伟大的 马克思诺产度的 站在科学的门口 由于站在地狱的门口一样 因为我们哪有这种受死的感觉 没有这种悲壮感 没有这种勇敢 没有这种勇气感 没有这种探索行神 我们的科学家老好处是最厉害的 所以你看前学生现在坐在那里 靠生命维持仪器在那里搞 要我早就英勇牺牲了 所以为什么科学家愿意投靠权力呢 愿意屈从呢 对不对 就是因为有好处嘛 你看得到国家科学基金 它可以提现百分之十五 一拉总理基金好几百万 剩上千万 一提成它给买动法 让我们的门口呢 共产党说 你他妈就买几本书 而且呢 你研究越研究越好 越对共产党利心利斗 所以给你五万块 现在涨了十万块 可以百分之五的提现 拿来活报也涨不起来 所以我们通常在校长已经算对文科很重视了 有点我们闲聊天 他说哎呀 见他我啊 我们这个在国内理科大学校那里都不错了 我说是不错 他说一样文科教授嘛 给一批老教授给一笔钱 我说你给多少钱 他说给三万 我笑他你千万不要对外说 这个太笑了 三万属于喂狗 你过入季下学工 中国的季二学工 春秋时期 养世之风很盛的时候 三千人在那里 就有诸侯网把他养着 不要你干任何事情 有没有是派用场 文科是要养 一年给你五十万 要干啥干啥 贵族精神以来设计国家 不过你妈七十就出来了 是吧 你文科的不痒 就像喂狗骨头一样 啃子不肉 七十可惜 你这种才文科的一个说法 中国如果的理科 还有局部的世界水平的成果 文科整个是跟在世界屁股后面跑 而且翻译西方一本书 回来忽悠两下 成了大专家 他妈的简直是个二道贩子 是吧 对我们国内那些搞翻译成名的人 我是很亲密的 二道贩子牛逼啥 讲一讲不出所以来 都是倒卖倒卖 这些都是啥 科学精神不注意 就是你认真的探索精神 批判精神 皆是似乎真实本质的内在寒意的 那种不可穷尽的科学探索 你没有 卡尔·波普尔讲 即使研究科学成为这样的科学 他的自传就叫无穷的探索 所以我同样讨厌我说 任天堂你现在该去当官了 你这个人会忽悠 去当官 我说为什么当官 他说你研究到这个时候 你就没什么好研究的了 因为你该研究的差不多了 我说从来不认为啊 研究的话题很多 如果你研究的话题到一定时间没有研究 就这么你研究数字太低 科学精神总是能够发现新鲜问题 对吧 当然我跟吴毅教授商议的就是我们 过五十多岁了 或者是高中期已经逐渐淡化了 我们就开始学会说不显不淡的话 但是不是说不显不淡的废话 而是说永远正确的废话 就可以了 这也是用科学精神 像我说的我从来不敢保证自己不说假话 但是我尽量不说假话 这就是种真实的态度 你说要我永远说真话 学不可能 我肯定说假话的 但我不要把说假话当成习惯 你要我们的科学来说假话当成习惯 你要合作修还成为捍卫科学的先锋 我就把合作修当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成果是啥 你们知道吗 可爱的理工学图学们知道吗 就是研究理论物理学发现了毛利子 谁毛利子 毛泽东利子 因为理论物学当时究竟是最小的基本理子是啥 是六七十年代最热闹的理论物理学的话题 他就根据毛泽东的毛泽东门 事物中是可分的 你说不可分不可能 分出来是个啥例子 毛利子 所以要这样的研究科学 他还为科学都不可能 合作修同志一讲话我就开始发销 毛利子专家开始讲话 中国的科学家是很奇怪的 在我们学校 我现在对工科医科我们是文理一嘛三个大科 来评词成只要到了校一级 那个理科医科的敢叫嚣两句 我当即把他灭了 原来文科的人都很胆怯嘛 他们都是打结我文科医科 他们你们是公说公有的婆说婆有的 你还算啥学术 我说当然你们算学术了 两次蒙才十万公斤 都干嘛他们论证的 理科医科在我都不敢起诉了 你干坏事干这么多 你科学家就敢来羞耻 对吧 所以中国的科学精神跟这个流去 没有真正奉献科学 而科学精神对中共说话的 你看三下大把人不论修 他们清华大学的水利专家就是在那废物乱讲话 对吧 所以我对清华大学的院士我是亲密的很 尤其是张光总 又是科学院院士又是水利工程院院士 他比哈佛大学的水利区博持黄万里来说 他简直就不得个东西 黄万里终生反对在大河上修大巴 为什么破坏整个生态结构 国外自从埃及在伊勒河上 二十万水坝一修住完 没有一个再修大巴的 因为我们的李同总是学水利的 你看哪里他流着水 他不舒服一定把它捆起来 你三下大巴那个地方是啥呀 临时结构啊 按我开玩意说 哪是洪水一来多了 咱们一百七十五米一百八十多米的大坝 两边离世的结构 从旁边流 中间有个大坝耸着 不是你修这样的大坝 而且你在隔着坝已经修了那么大的大坝 你看我们把黄河一堵 中下游 黄河断流中下游最厉害的 三百二十三天 就是小浪地工程 之前的三门下工程 三门下工程就是最后以水利建设 而得到副总理副院长职务的前正英 和得到了工程院院士科院院士的张光董 两个人建议毛泽东修的 毛泽东当时也就被这种不讲良心的科学家所忽悠 迷糊了 科学家可以修 那修 为什么 修三门下大坝 三得利 第一 治水患 中国人有一句说法 你这个事情办不成了 叫四合之亲 等到黄河都亲了 就是你妈不可能 当毛泽东一听 这两个大忽悠忽悠 哇水都可以亲 那还不整 哪有共产党这么伟大 把黄河都整不清 修 第二可以发电 第三还可以灌开 可以整 这么好的事情我不整谁整 结果三门下大坝修好五十年 前正英张光董自信中央 要求把三门下大坝炸掉 所以我在广东马上呼应 我说应该谁能把他们俩拿去枪毙 为什么这样说你作为当时大学的最知名的人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水利工程是全国排号第一啊 所以为什么我敢对北大清华如此亲密 干的坏事实在是太多 我们想干还没干惨 谁说是好批评 唐冠之急 因为三门下大坝五十年来没有盈利一分钱 为啥 黄河黎沙居下 为了捍卫三门下大坝这个苏军工程啊 就把净引力抵消了 你看我们现在三峡大坝又是这样吧 我们要建立一个非常严密的防空工程 是吧 我们国内一些军事专家 所谓军事专家 在成都开抗争就在国际论坛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要我去见那个少将 就提出超现战的少将 我这种蠢货老师不见 没有战争到处 你提出超现战你没有要到 台湾就有超现战对付你了 台湾马上就可以了 你打我我根不抵抗 我城市轰炸你四个 北京 上海 广州 香港 然后战略设施 我炸你三峡大坝 超现战 一下就完了 长江冲下 就是我们工业集中地带 175米毫的洪水冲下 我的妈 等于节约的几千个原子弹了 是吧 所以你看刘远 就是三峡大坝的建设 中国工程军事会 刘少奇的儿子 跟我一样七八级的大学生 大学平常出来有七八级的 我都会在忏悔 一看这么批评 山下大坝他就写一篇文章 我写的那么作词 题目叫做三峡大坝是炸不然 你吹不垮的 我到底是合金刚给你 所以你没有科学精神啊 你是个人工的大坝 要炸肯定就能垮 所以你要多么庞大的军事设施 来保卫三峡大坝 况且不说地质结构啊 文化摧毁啊 路向神态 变为水向神态啊 这些都是理科要研究的嘛 这些专家到哪去了 死了 建完了这些专家又出来努力了 我对三峡大坝的批评 二十年不变 对吧 虽然我觉得不好发文章 民运分子代行业来发 而且出了一本书 我都不讲 是吧 我们也表现出我们的落落 那是不得已的落落 但是我们起码比科学家要好 是吧 中国的科学家都是集体软功力 是吧 没有科学精神 当然局部是有的 那是个案 是吧 第三个最大的麻烦是啥 导致中国社会精神的涣散 由于大学不能提供给国家意识形态正常化的论证 因而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社会理性的去同 基本价值的认可 在中国是幻散 你说我们中六家今天我们为什么认同这个国家 大家说 吉利P最重要的啊 另外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的motherland 对吧 不是个时代 国家本来是个时代 就是政治国家 政治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政治 是吧 但是我们认同啥 他说我们哪里来 可以给我们GDP 所以为什么明年啥事不管要力保 GDP增长百分之八呢 是吧 我们的 WTO首席谈判代表农用途已经揭示了这个秘密 如果中国经济GDP增长率低于7% 一切社会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因为GDP有8%的增长 一切矛盾都掩盖了 因为中国人唱歌 明天会更好 啊 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忍 忍者生归 哎 如果你想让明天会这里走 那就造反了 所以2008年那么多群体暴力事件 是吧 麻烦我还以为明天南方周末会不会登出来那一整半 结果今天编辑给我打电话说居然没有改 他说我没授权给他改 因为一版他只能成八千字 我写了一万二千字 是吧 因为今天我发誓不写一千字的短文 头枪和匕首容易出问题 我们长篇论证看到领导范云他就没兴趣了 是吧 所以我今天一写评论都是这么大 一万字以上 明天就出本关于这样的评论的专注 这叫迅速国家 是吧 已经理好了 是吧 虽然没人但是我觉得 疲态社会的暴力危害与民主就职 社会精神就要民主来凝聚嘛 因为我有民主 因为我愤怒有所发泄 我财欲有所着落 因此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 你别看美国人那么知识那么够我 美国人的国家认同非常厉害 你看我的奥运会 奥运会现在是国家体育训练组于规定的 所以拿了冠军的人必须把手放在胸前 我知道来运动员都不一定搞得清楚 放胸前干啥 你看美国人发自内心 一来放胸前 望着国企 善良了一下 忠诚之心啊 无需抢加 所以对社会精神在来 它是一个国家能够真正透露 一个国家核心内部产生国家认同 最重要的根据 而这个根据从哪里来 大学要进行努力产生 科学家要努力研究科学 追究独取科学世界的秘密 技术专家要努力创新发明 要转换为GDP 而社会科学家要专门解析这个社会描述社会的见解 而人为学家努力地批判这个社会 解释这个社会 而这个 就是我们明天讲的大学尊严所在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 大家有点花多的时间 有问题的人觉得把手推起来 有问题的人觉得 即便往前走或者声音大一点 问一个问题的人不 就是 我代表胡锦涛总是第一位 你可不可以解 虚拟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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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是一种大学生的运动开始的嘛 如果那时候就是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 统治阶级没有搞 搞好那个大学生的思想教育 没控制好 然后它就爆发了 然后现在我们也不搞好的话 共产党不吸取那个 经验教育的话 然后 像我们具体大队的人在一块 文力官员 明天不光夺取政治的话 那你就干啥了 然后我们明天说 如果没有那个政党 凝结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 虽然每个人都比较自由 虽然比较开放 但是 没有邻居队 如果吉人攻打过来的话 那我们也会灭亡无量 好些也有个问题 数个实践 这个问题也得用 第一 你不可能暴力可能 暴力也不可能到这里来 因为你根本拿不到枪 而且一箭学 你根本就发动了 杀人是要有勇气的 第二个 敌人攻打来了 你不得换算 换散 也不是因为你有没有自由事情 对吧 因为江泽民到日本访问 已经说得很清楚 中国人要在战争考验下 民主邻居力才能写清楚 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规矩 我们不需要在战争情况下 考虑民主邻居力 我恰恰讲的就是你的问题 什么条件下才可能有邻居力 就是每个人有自由 你是理性认同 因而责任走在你的肩上 如果总是党和上级领导强加对你 因而你的认同总是外部压力 因此他不是理性的 所以清亚家在这个情况下 你跑的可能性最大 为什么中国的移民在欧美最多 对吧 虽然古希腊家自有精神 罗马人打来在大树门上就地受死 但是我在广州都开玩笑 我说如果日本人才打到广东的韶关 可能我已经跑到马来西亚了 因为不是理性认同的情况下 我们推卸责任 这就是党媒搞好吗 关我啥事 这是爸妈要我读的华东科技大吗 我本来要读北大 本来我都想学物流管理 他让我来学英语 他妈现在打的英语都好 不能有吞泄 这就是我的结论 首先感谢加上你的精彩演讲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讲堂上 有几个学者专家都提到 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是 意识形态的瓦解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导致了 我们以前普遍的社会缺乏的距离 然后不管从以前的强图的文化 在文革当中遭到了比较破坏 然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对现在也没有普遍的约束力 那如果你想构建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来在思想上 在你们的清晨情态上 统一大家的话 你觉得我们应该清晨于哪一个方向 谢谢 而且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我来说 这个问题就不全无 我们以下温教法总理今天 2月27号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 自由民主宪政法治 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因此人类的共产财富 而不是西方资产的专有 所以我们敢于接受 根据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这一点注意不仅是西方 而强调是发达国家 一个国家想要持续发展 对内你怎么样实验宪政 让所有的公民能够参与政治 具有平等权力 在平等权力基础上 享受平等分辨的利益 不能让平等分辨的利益做一种恩赐 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长十九万 否则这个国家是动荡的 现在我们就在颇有用心的宣告 说泰国的困难就是因为民主 错 泰国是半拉子民主 首先一个军方 操然于宪政约束之外 所以动辄进行军事政变 第二民主的规范运论座 没有程序安排 所以反对党总是滥用民主 进行街头政治 所以我不那么泰国是民主国家 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在那里 蛊惑我们 不要相信啊 别伤张啊 真正的民主 按照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头的阐述 第一忠诚 第二稳定 只有在现正的条件下才是可能 而我们中共的领导人强调 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恰恰就是要达到这种结果 所以我重新拥护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 哈 二人 您好 您在讲话的过程中曾经提到 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叫法 叫法没有用 我们要全力发展自己的经济 然后才能叫法 我想问 如果就按中国呢 就目前来说 中国对日本的韩险事件 以及中国对韩国的那种不太好事件 中国在那种威胁中求助到经济的发展 这样以后 我们经济虽然发展了 但是我们 当经济发展已经成熟 我们中国的意识形态能出过吗 嗯 第二种我要问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像中国这样 如果是在韩险中求助到发展 故意的追求经济 就像您当主要的教授 他要 他要弄外坏 也可以变成商人 我觉得 就是我们 在曾耀平先生的领导压 过度的去追求经济的增长 而产生了一种很病害的理念 如果我们这太质疑的去追求经济的话 以致会不会导致我们社会的风景 比现在更败坏下以前 好 谢谢你 我觉得可能是我没有给你这个 在实践上不充分没有产出现的 也可能自己理解也略有问题 我们讲的发展不只是经济发展 发展是中国发展 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是文化发展 所以不存在的一个指蒙去经济发展 指蒙去经济发展是可能的 所以我去年在北京大学 纪念中国改革三四年的一个 证据就说 为什么我就强调了 我说中国变化最大的 并不是GPT的增长 或者是经济发展 而我们有这个经济发展 首先是共产党敢于突破自己的政治教图 因而我说最大的发展是政治发展 软实力靠啥呢 不是说我们埋头经济发展就有软实力 意识形态向外输出 请问意识形态谁向谁输出 这种提问就是我们学生受到普遍的捕获 产生了一种二律被反的问题 就要么你美国向我输出 要么我向你美国输出 注意 有人类普世价值 谁也输出不了谁 而美国向我们输出的 不过是大众文化 好莱坞 好莱坞 对 游戏 你可有没有意识形态呢 有 但是日本人同样可以与自己的动画片输出每块 所以意识形态对人来说 是单人化的过程 按伟大师委丹尼尔菲尔的说法 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 为什么 因为自由民主它不是意识形态 你要搞清楚 卡尔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一个最大的 最值得认同的规定 就是一旦某种思想 情意识人们认同的思想 它是乌托邦 因此它是理想的 乌托邦全面跟国家权力结合 那才叫意识形态 这是你在理论上需要辩析的 因为中国人一般都这个调义情形 听我们宣传机器的宣传 就是我们哪在意识形态上不安全啊 美国日本在侵略了 我不这么认为 第二呢 这问题跟第一问题是有研细的 发展永远是很综合发展 说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经济发展 我认为是新左派和老左派的邓小平改革的污蔑 邓小平怎么可能只是经济发展 经济怎么可能单向发展 现代经济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合体 我们的文化没有变迁吗 而我们文化的道德维基很明显 但这种道德感本身的存在 它就是道德的希望 也不能说我们今天道德一塌无比 我坚决是俱斥 雷锋是道德 因为他荣业社会掩盖着虚伪道德 或者是不可兑现的道德 为啥只有一个雷锋可以做到 因为他可以不讲道德条件 天天都爱不干正事去帮人 这是雷锋稳大的地方 因为我们就要想到我们的萌生嘛 所以我现在有个逆反思维来思考雷锋 雷锋这个人不值得表扬 他一天到晚就是鸡毛老鼠耗子都去管 人家理发他也去管 鸡公车劳动才去帮工人干 赶搞别人的工作 而自己作为一个汽车兵 最后被汽车压死了 职业道德太差 这个叫反向思维啊 我们不是污蔑雷锋 首先我们是确定雷锋是个伟大的道德个体 而是在转换的市场进行挑战上我们来看 一个人首先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你不要什么都一管 我们这社会风气不行啊 什么不行 你自己怎么样 中国人都不这样问问题 对吧 就像我们的大学教师也在那里说 哎呀我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我们做不出来东西都是因为什么要求 我们这个都是要求积公分 我这块积公分你就积不了两点 所以我们愿意规定 一定要有office hour学美国 哇这个老师给我抗议啊 说你把我们当民工对待 我说你他妈的有脸说这个话 你来做教授 教授是教授的人权 学生有没有学生的人权 一年交几千块钱 是吧 你连个办公时间都不提供 我说你日有没有职业道路 是吧 没有教授敢给我变嘛 我这是有道理 对吧 因为学生见不着老师嘛 我只是要求每一周里 有一个下午必须坐在办公司 接待学生 这个难道过分吗 是吧 我们都是很昂扬斗志 我还有权力 我还有权力 好像别人就没有权力 是吧 所以我们不要想社会的纷线太糟糕 而是每个人自己承担自己的那一部分 每个人在发展中承担自己的成果 这个不是对这位同学讲 这是一般的结论 是吧 就是一般的结论来说 我们不是一种悲观的尘埃的地方 悲观是在于我们要把这个悲观的局面 每个人进不到自己的责任去改变 对不对 你老是挨探啥呢 叫极左派 新左派的挨探 改革一来我们行事更糟糕 这是放上那狗屁 我是亲生经历文革的 我的四川叫天树之国鱼米之乡 我小学就没有吃过米 是吧 一斤米换成八斤藩树 现在广东人就要骂人的话 就叫你藩树是没拿干净 就要你那里养牛皮红红以后 我们也去出国访问一下 动作就谈国家战略 你他妈牛皮啥 藩树是都没拿干净 确实确实确实 要谦公 这种东西我怎么去免换文革好了 我说打死我 我都不能认为毛泽东搞了文革 毛泽东使起道德风气好 那是没有物质基础的道德风 你是虚伪的道德风 管中就已经讲了嘛 管子水地篇就讲了 参临时得知理解 衣是足得知荣与 对不对 雷锋这样的人 为什么学了四五十年 没有第二个雷锋呢 或者有第二个雷锋 他妈我也愿意啊 谁啊 广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少将朱博如 那我妈学成少将 我也愿意整成雷锋 以后那就变成了啥 道德变成了晋升手段 对不对 雷锋他是士兵啊 我认为雷锋是高尚的 但是他是农业社会的高尚 我们今天的道德有问题 但是我们是工业社会的烦恼 我们宁要高级烦恼 也不要低级满主 这才是人的尊业 对不对 对不对 最后有问题 林教授 林教授你好 我也是这四三人 今天看着你用一场摆龙门阵的方式 给我们大家做了一场那样的演说 我非常感谢你 说家乡人呢 我也想借家乡的一个一件事 来问问你 关于民族邻居力的一个问题 就说今年咱四川发生的那个 汶川大地震是吧 我就想问一下你 借到汶川大地震 然后就引发了社会各界 对咱四川的各种各样的资助 是吧 这种就是民间的各种 对四川的这种资助属于一种 中华民族一种民居 就是民族邻居力的一种表现 而中华民族邻居力的表现 是不是一定要借助这样一种 比如说灾害啊 各种突发事件的表现 来体现出来 来展现出来 而且的话 我们的中国民族邻居力 它应该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发展 或者往更高的一种方向去探索 好 这就是我们的点 谢谢 谢谢 简单回来这个问题 当然我说 刚才实际上已经局部回答过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在遭遇外敌侵略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确实我们民族的邻居力是得到鲜密的体现 但是恰恰在我看来 这是我们民族的悲点 是吧 因为我们在常态的情况下 很难维持国家政策 我们自己在非常态的情况下 才表现我们国家政策 这个东西很可怕 对于我这个从事政治学专业的教授来讲 我认为一个国家真正的国家力量 是在常态的情况下 是吧 而常态的情况下 如何才有国家力量 就是《大国崛起放》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写过几篇评论 其中一个我说 大国不大绝而不起 在我的眼里呢 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大国 古典帝国不算 因为转损即逝 像我们的原帝国啊 或者罗马帝国啊 那个魂化欧亚费山州 它维持不长 尤其像我们的原帝国 是吧 瞬间之后就吹火了 而现代的大国只有英国和美国 在我看来一个大国之为大国 必须维持它强国 对于一百年以上 像苏联不是大 它叫脆弱帝国 是吧 所以真正能够产生国家政统和民主邻居的 就在于我写第二句比较 大国崛起人权为本 这个不是西方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很奇怪 总是用地域观念来替代一般价值判断 这个是西方的 废话 西方的不是人的 只有西方学你的四大法名 那就是你中国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突破地域空间 要有基本价值的 对吧 一个国家真正让公民凝聚 就是因为他人的权利受到尊敬众 虽然美国现在受到全世界讨厌 也说不讨厌也奇怪 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一个公民 在另外一个国家受到了亏待 可以输入战争 当然他讨厌了 他在霸道 我也会讨厌 我作为中国人 但你要想一下 我们中国人 为了自己中国公民 一个人在海外的不利处境 就打仗了 你看我做中国人多爽 所以为什么他们很多中国精英想做美国人 海温战争的时候 我们连大使馆都没有撤走 大使跟盲流一起在沙漠上行走 国家尊严到哪去了 这就是你的英勇嘛 老子站着来扛住 结果报名冲到使馆把你赶走 大使代表国家尊严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虚狂 要面子死争 像我们武汉调的中大的著名教授 艾晓明说的一样 中国人都是打破了茶壶 只剩嘴了 那就一日 又不行了 就行 又不行 这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啥呢 我说埋头发展 刚才为同学提的问题是切脱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综合发展 国际理论的现实主义之父 摩根说 这个德国人跑到美国 成为国际政治现实与理论的教父 他在国家间政治都不经典 民众里头特别强 这么后一本书史上就一句话 现代国家间政治就是实力政治 你有什么样的话 你是有什么样的实力 比如中国最近在刘碧洪洪 煽动我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我这个政治学教授来说 我就判断他是作秀 因为我一看这个官员有什么 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意义 而对你们来说 你们不是专业眼光是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钓鱼岛 就周游一圈 哇 你们高兴得很 有个屁育 是因为国的矛盾太多了 我们要去显示一把 对欧洲 我们教训沙克尔提 几百亿欧元的合同 不给你做 不给你做了倒可以 你上百亿欧元的盈利哪里来 你开不开支 所以这么说 很严格的意思 在美国 不许美国一战 我们每年在美国 赚三百多亿美金 你开玩意 中央政府拿这个钱 做了多少事情 你要扶贫 你要扶持三种 这都是硬帮帮的钱 做事就要花钱了 毛泽东当年拯救世界流鼻哄哄 来一个非洲少校当总统 就给他一笔钱 回去就政变就不认了 搞到最后一笔 这后来是把国库仅有的钱 都能够给他 回去中非帝国嘛 中非共和国变成中非帝国 被推翻 毛泽东很流鼻的嘛 支援全世界的穷人革命 支援到最后 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我们这一战里 成了二级残肺 是吧 我父母个子都挺高 我弟弟都一米八啊 好歹我也不算很矮了 因为起 但是按照我弟弟 我父母的个子 我起码也应该一米八 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啊 这都是来源于什么问题呢 我们想叫嚣 以为民主邻居力是民主主义叫嚣的结果 不是的 真正我在这个国家 是因为这个国家给我归宿感 这就是人权 所以我们中央共产党反应还是非常敏锐的嘛 把人权加进了宪法 我不知道极左派新左派怎么考虑的 这人打不乱说 一个国家没有基本人权 动作就是要镇压 不得一看着这个人形象不行 我就要把他逮起来 那这个国家里头 我怎么会有归宿感呢 你看我们湖北人 孙志刚跑到广州去 我说我我也会有这种反应 因为他学艺术的摆了一个post 不一样的 修的不同 要留个长发 很有艺术感 中国一看男人留长发 那妈不正常 查证监 一查 中国人没有在证监里习惯的嘛 这么一待 啊 我原是个坏人 你快起来打 那孙志还前老子大学都毕业了 这工作怎么会是坏的 你打我我就教 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嘛 又没有维护权力的意思 你说你们一样 你们有维护权力的策略吗 没有 又没有危机教育 你就是会会吼 你就会抗议 老子跟你对着干 你不灭掉我 我就灭掉你 中国人都这么说 结果那样 你要叫在人命专政面前 你叫你叫老子要打 你再叫更打 要打死了 孙志刚悲剧的出现 就是因为中国人都认为 在国家里头我们是主人 但这个主人是道德意义上的主人 所以我们都气粗 一气粗 双方都是抗衡 一抗衡就产生悲剧 所以我不认为孙志刚里头 公安或者是居留所的人 就怎么坏 我给广州市所有的派出所的教导员做报告 教育他们 我说批评你们也是真诚 表扬你们也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我是公安世家 我父亲我哥哥我堂弟都在公安局工作 我在公安局公园长大 所以我对我们的暴力机器的行事 暴力那种嫉恶如仇的假设 我是清楚得很 他为了惩罚坏人 但是他对好人坏人的辨别标准 就是只有单纯的道德标准 没有人权标准 对再有坏的人 他都有权利的 因为你一不留神做了啥 坏事如果没有人权 怎么惩罚你都行的话 这个社会也不正当 犯罪除了最大恶极的虚异的犯罪分子以外 大多数人都是偶伐性的犯罪 因为男男女女到了恋爱的时候 谈得好好的突然反面 这个男孩就一路之下卡住脖子 四分钟之后死了 你说是不是很乖 当然很坏 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个人又怪得特头特尾 不是 所以法律就按程序来处理 人权就要尊重程序 首先这一架子尊重程序 让大家认同 道德的东西不能获得长期认同 因为你们没有这种经历 我在文革小学我就上街广播 也不学习 学功学龙 学习解放军 热闹得很 到我现在我是幻灭过的 才知道不能这样 因为你们没有幻灭过 四上经历一来呢 没什么经 因为搞四上经历就是赚钱 赚钱就是让你在日常生活中猛的奔波 哈 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 终于挣了五千块钱 往城镇上一看 哈哈一笑就醉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种生活中一个枯燥的 没有体会过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所以你们就特别希望 有文革那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但是这是最可怕的 当然我们这一代的最大危险 就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太浓 是吧 像我的朋友批评 我林日年潮一天到处反对激情主义 你他妈出来一枪激情 啥也没有 哎 我说是 但是我的区别就是 跟他们相比 他们认为激情可贵 跟我来比 我觉得要进化激情 对吧 这是我的职业特性 所以在这里我们话说的长夜 简短地说的就是 一个我家真正的民族人团 要民族成员 在这个社会里有高度安全感 所以就做了一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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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